大家好,欢迎来到捍卫越南不动产,孙姐开讲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新的案子 C.S.Element,西湖西新都市 它的交通十分便捷,而且只要11万美金就能轻松入手 此间的特点有下列几点 分别是投资潜力大,交通便利,交通枢纽和完善的生活机能 首先它是属于小坪数低总价,最低11万美金就能入手 是非常适合小资族或是小家庭的选择 它周边邻近大使馆、印尼、韩国生活区 且拥有博物馆、歌剧院等完善的生活机能 此间岸的地理位置也十分的好 它靠近二号捷运线连接生荣桥、日新桥和二环道 前往市中心、内排机场和附近各个省市也十分便利 同时它又也位于范文铜路和五志公路两条路的交汇点 并位于北磁莲、西湖、紫桥郡三个郡的中心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图中黄色星星的部分是6Element的所在地 它处在西湖、北磁莲和紫桥郡三个郡的中心 前往外国人聚集的西湖、商业办公室的紫桥郡 和高级住宅区的北磁莲都十分方便 6Element的交通也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右边绿色线是正在拓宽的五志公路 下面蓝色是主要道路皇国月路 上面蓝色是正在进行修建的四十号路 预计在2019年年底完工 完工之后可以连接右边的二环道和左边的三环道 以下是6Element的周边景点设施 开车到一一院四分钟 到西湖和乐天商场五分钟 到二号捷运线十分钟 到和平公园八分钟 到内排机场也只要二十分钟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建案的基本资料 此建案的开发商是北河集团 土地面积为73161平方米 房型大小为59.8-109平方米 楼层为38层加4层地下室 设施有游泳池、学校、酒吧、停车场、公园 购物中心和健身房等 预计完工日期为2019年9月 楼层的部分一到五楼为购物中心、六楼为服务中心、七到三十五楼为公寓、三十六到三十七楼为较大面积的楼中楼 而地下室的部分共有1200个汽车停车位 This element也有多项的设施规划 像是健身房、图书馆、高空酒吧、购物中心等55项公共设施 以下为设施示意图 无边际游泳池、图书馆、高空酒吧、烤肉区、西餐厅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我们的房心 这是我们的房心总图 右边为Diamond Tower 左边为Melody Tower 每栋每层楼有20户公寓 及10部电梯、2座逃生梯、4部货梯 两栋加起来 每层一共有4间1房 24间2房 8间3房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房心 我们选出两种房心来跟大家介绍 首先是两房两位一厅一厨房的房心 从门口进去会先看到厨房 往右手边走会看到阳台 再往前走右手边是客厅 再沿着走道走右侧是次卧 左侧是共用卫生间 前面是煮肉室并附有一间独立的卫生间 此房心7到9楼总面积为86.3平方米 10到35楼总面积为87.4平方米 价钱约为17万美金 再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三房两位一厅一厨房的房心 从门口进去会先看到客厅及厨房 往右手边走会看到阳台 往左手边走右侧是两间次卧 左侧是一间共用卫生间 再往前走则是主卧室并附有一间独立卫生间 此房心7到9楼的总面积为107.9平方米 10到35楼的总面积为109平方米 价钱约为21万美金 更多的房心大家可以上捍卫越南不动产的官网查询 再来让我们来看看样品屋 此件采用的是现代简约风格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中房间整体环境简洁舒适 并使用Fellip LED的照明系统 再加上落地窗的设计 让整个空间更加明亮 而此件的特点就是 每个房间都有5平米大的窗户 让室内通风良好 位于设备则是采用美国科洛热水器 此热水器被建筑师杂志誉为最佳品质的品牌 看完以上介绍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此件案的付款进度表 此件案在签订买卖合同后 需立即付公寓价值的25% 在签订买卖合同后45天需付到公寓价值的55% 在签订买卖合同后60天需付到公寓价值的70% 在2019年9月30交屋时需付到公寓价值的95%及2%的公寓维护基金 申请粉红布时需付清最后的5% 以上是我们CISL门西湖西新都市的介绍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以下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有兴趣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微信或业务和你接洽哦 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 可以订阅YouTube汉威不动产孙姐开讲 加入汉威LINE和微信公众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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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